人类历史中的第二个千禧年刚刚过去 2001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到了21年后的今天 地球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 从2019年的疫情 到今天的俄乌战争 还有未来指日可待的梁黄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些看似近代才发生的事情 其实早在上一个地球 就已经发生过了 我们正在第二次经历同样的事情 你会相信吗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为什么会出现未来人 未来人真的存在吗 未来人出现在互联网络 并引发关注和热议 大概是从2019年一位自称是来自 2060年的KFK开始的 随后相继就出现了来自 2062年的未来人RCH 来自2075年的未来人加远 这些未来人对未来将要发生的大事 也都相继也都相继给出了预言 有的命中了 有的尚未可知 有的还没有发生 有的甚至被踢爆 是某国官方病毒式旅游宣传 因此不少网友对未来人也就将信将疑 目中一事了 只是当作一种娱乐消遣来看待 不过最近网络又爆出了一个来自 2058年的未来人 出现在日本名叫国芬林 被网友誉为最强未来人 预言的神准程度超过了印度神童阿南德 这位国芬林是何方神圣 竟然被网友热捧到如此出位的地步呢 如果在推特上搜索国芬林 很快就可以看到 以国芬林为用户名的推特用户 注册时间是2019年12月 截至2021年9月28日 他发推的数量总计为121则 可以看到追踪他的用户 已经达到了49.9万 他留下的自我介绍用的是日语 我是2058年的 谢谢你 这个自我介绍真的还是非常日本的 国芬林置顶了2019年12月15日的一则推文 内容是 以加长自我介绍 将其发布在推特上 用以查看我在2058年进入2019年的痕迹 我计划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9月29日期间 做临时注册 也是在同一天 国芬林先后发了好几则推文 第一则推文是 东京奥运会和日本共获得27枚金牌 第二则推文是 独卖巨人队将赢得2020年中央联赛 第三则推文是 更详细的自我介绍 我是东京国立大学工学部的研究生 我的专业是建筑 我来自2058年 在朋友的帮助下 使用时空传送装置 谢谢你 第四则推文是 安倍首相将于2020年9月辞职 第五则推文是 安倍首相的继任者 是当时的官房长官菅义伟 第六则推文是 顺便说一句 川崎前锋将在2020年赢得J1 感觉好像又发生了 如果回溯历史 就会发现 这些预言全部都神准的命中了 那么国分林到底是谁呢 2021年8月9日 一位推特网友私信给他 问 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国分林回答说 在这个时代 我来是为了将时光机开发资金 还给原来的2058时代 我是开发人员之一 已被该项目选为 适合完成汇款任务的人 2020年3月9日 国分林发推说 顺便说一句 我出生于2034年 奇怪的是 他还没有出生在这个时代 几个月后 到了8月30日 他再次发推时说 我们计划在今年9月28日 回到原来的时间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请让我知道 又过了一个月 9月30日他发推说 该死的 我回不去了 这很危险 大约又过了一年 国分林再次发推说 到了2021年8月9日 我会尝试再次找回他 最后的机会是2021年9月28日 请注意安全 现在我们来整理一下 国分林从未来回到现在的来龙去脉 大概是这样的 国分林通过时光机来到2019年 是为了返还时光机的开发资金 他本人是时光机的开发者之一 任务是在2019年12月 以他父亲的账户购买大约1400ETH的以太币 并将冷钱包的硬盘 买在自家的院子里 再在2058年挖出来 在推特上发文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2058年能够确认 他确实是进行了时光旅行 计划原本是等到2020年9月29日返回未来的 不过似乎突然发生了什么问题 因此回到未来的时间就延期了 2021年9月28日 是他最后滞留在现在的时间 国分林账户的最后一则推文 确实就是2021年的9月28日 此后这个推特用户就再也没有更新了 看来呀 似乎他回到未来的任务真的成功了 不论相信与否 有网友认为 国分林能在2019年12月15日一天内 就能同时准确说中 2020年在日本发生的三件大事 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 使骗子的可能性极低 谈不上什么预言不预言的 因为他确实说出了未来发生的事实 一件是东京奥运 日本将赢的27面竞牌 一件是2020年3月 日本股市崩盘 一件是2020年9月 日本首相安倍下台 先一位首相双台 或许正是因为这几个命中的铁证 让很多不相信未来人的网友开始相信了 网友发现 在121则推文中 几乎被网友拿出来热捧的40多则推文语言 全部都精准命中了 在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反响 不过 有些对未来预言华语网友们却私藏了 没有分享 甚至连华语YouTube大V也根本不敢触及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私藏和不敢触及的预言 首先是关于疫情的预言 2021年8月1日有网友问 你为什么不预测Corona呢 就是新冠疫情了 郭芬林回答说 我再预言呢 我到达的日期就是证明 2019年12月8日 我来到这个时代的日期 正是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卫生机构 首次上报发现不明肺炎患者的日期 2021年8月9日有网友问 新冠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郭芬林回答说 2024年9月会发布结束的公告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华语网友和YouTube大V不敢触及的预言 2021年8月17日 有网友问 请介绍一下日本中国和俄罗斯未来的关系 郭芬林回答说 俄罗斯完成北海航线的控制后 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将会软化 这是因为中国船只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到达欧洲就必须不经过苏伊士运河 而是经过日本的京青海峡 日俄关系也会通过我们对中国的战略 而得到显著的改善 2021年8月27日有网友发推说 请介绍一下2058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 郭芬林回答说 中印关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变得极其糟糕 尽管中国在物质层面基本实现民主化 但其精神支柱是在经济领域的世界霸权 尤其是在马六甲海峡 太空电梯的利益纷争会纷至他来 2021年9月12日 有网友发推说 谈谈未来的军队 这里应该指的是全球的军事状况 郭芬林回答说 太空的重要性会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 海陆裁军会取得进展 此外 一种以非破坏性和非杀伤性为前提的 太空电磁脉冲攻击会成为威胁 2030年代 中国在太空战略上会落后于美国 正是太空部队与共产党的冲突 引发了后来的政变 同一天 有网友问 中国什么时候会变成华国 想必这里网友将未来中国的国民改成华国 是想有别于中共治下的中国吧 郭芬林回答说 对不起 说起来很复杂 2039年11月 政变的军队 后来的中国军队 会占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 之后的中国会被称为华国 还是同一天 有网友问 在YouTube上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郭芬林回答说 随着2039年中国政权的更迭 会导致防火墙倒塌 中国约有14亿人将浏览YouTube 那时在中国将会对日本名暗的YouTuber进行辨识 掌握主动权的是在中国的SNS 就是社交媒体上一举成名的日本人 2021年9月21日 有网友问 未来会发生暴动吗 这里指的应该是中国 郭芬林回答说 十几岁的青少年 大约是出生于2015年 会看到 有一位议员因为对SNS 发表了歧视性的言论 而不得不辞职 尤其是2000年后出生的人 生活在一个言论被监控到死的时代 他们的行为被要求始终如一 以上这些预言 都是尚未验证有待体验的预言 未来是否会命中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红朝被更替 是一个历史趋势 或者说是一个必然 至于以什么形式 或者是什么时间点 估计和今天的人 尤其是大陆的同胞们 对红朝的认知有关了 问题是 这个郭芬林虽然一登陆推特 就连续命中几个未来的大事件 那么未来人到底存不存在呢 实际上早在2009年就有一位自称 XR21的未来人 比KFK早了10年 他在大陆某个论坛上出现 留下了一些非常玄奥的话 他说他不是地球人 是一个外星种族 来自遥远的未来 一个逐渐消亡的总旋宇宙 他的代号是21 负责这个宇宙第21阶段的历史 这个总旋宇宙呢 在遥远的未来正在消亡 原因和地球有关 他的工作呢 就是从未来回溯到不同的历史片段 对历史进行修正 但是呢这很难 因为要改变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就算回到过去 对历史进行修改 也只是改变了当下的历史 但结局还会是一样的 按照历史进程 地球上的人类生物 在2030年时 就应该是全数灭亡的 但不知什么原因 这件事情啊竟然被引后了 分享到这里 估计有些观众朋友就会说 这是因为东方圣人降临了 对吧 XR21说 根据宇宙创世纪的记载 宇宙刚诞生时 只是一个神秘的种族 就是在原本一片虚无的宇宙中 诞生的第一批智慧生命 当他们探索完全部的宇宙后 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他们发现 宇宙里除了他们 并没有和他们一样的其他生命 他们决定利用科技 创造大大小小的星云 于是呢 恒星行星就接连诞生了 然后他们在陨石上 注入了生命的种子 让陨石飞向宇宙各个角落 为宇宙注入更多的生命 奇怪的是 就在陨石发射之后 第一批生命竟然消失了 谁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不过呢 与此相比更重要的问题来了 总旋宇宙竟然开始消亡了 这是因为暗流利的存在 XR21介绍说 宇宙有一种平衡机制 就是总能自我修正 但问题是 无论怎么干预过去 结局还会是一样的 除非暂停结局的到来 一旦暂停时间 结局就不会发生了 自然也就有机会修正问题了 就像看一本书 当这本书即将翻页的那一瞬间 停止翻页动作 保存翻页的强大能量 再运用这个能量来逆转时间齿轮 回到不同的时空 改变过去 影响未来 不过伴随这种逆转工程的后遗症 就是由于所有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有些人类会出现一些记事感 就是突然感觉某个事情好像发生过了 厉害一点的人 甚至可以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 会提早预知事件的发生 他们通常会化身为预言家 提醒世人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说到这儿 我倒是有一个疑问 那是不是历史上著名的预言家 像李淳峰 原天刚 刘伯温 还有现代的印度神童阿南德 大马预言家 哪都正伯剑 都是来自未来呢 XR21说 从旋宇宙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 但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将快要走到镜头的时间冻结住 并逆转了时间齿轮 让一切从头开始 必须对历史进行修正 才能使新的种群宇宙诞生 这就是我来到人类时空的真正原因 大家觉得未来人 XR21的说法可信吗 这些未来人彼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 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